字幕志愿者 李秉軒 16號 李秉軒發球 這次攻擊應該要發到A塊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猶豫 李秉軒是來發球 這是我會要獵才的項目之一 這次使他攻擊配合得非常漂亮 剛好打在兩位拳人之間 這次最後8秒 太武高中沒有成功把握攻速 這次又是成功的一擊扣殺 葫萊灌頂 太武高中繼續來發球 有 一個 只要後排起跳 又是高云浩 真的是非常厲害 跳 第四球 台中六號得高二看到171公分 12比9 這次放小球非常成功 這是強人之間的對決 這是常人的攻擊 非常的漂亮 莊宇翔 這次的揭發球並不理想 非常的莫名 薩西米的機會 非常漂亮的一次籃網 好棒 沒什麼 國同好 又是高五號的扣殺 哇 直接判給了泰伍高中得分 這次的攻擊 打到後排 成功得手 起跳 得手 哇 薩西米的機會 11比9 真的落後 哇 又是薩西米的機會 哇 香港國中喔 在對於 哇 薩西米 還有 成功的把球進來 喔 村子來了 放小球 沒有成功 中 直接被對方給識破了啊 高宇翔 但是這一次向高中成功的籃網啊 撐死來了 高宇翔 莊宇翔又是米 嗯 結果剛剛的換人呢 現在前排的是有多名 身高超過170公分的球員啊 打後排 哇 出界了 小攻擊 漂亮 又是高宇翔 哇 打時空 打成這樣子 莊宇翔打直線 但球被救起來 一樣先把球送橡子回去 再一次嗎 打對角 莊宇翔再來 哇 雖然並不是打得非常的乾淨 但是 嗯 郭君彥 全了機會 最後呢 就是由高宇翔這一季扣殺 來結束這場比賽